Hello, 回到Princip Break 今天星期六, 25 日大新聞 就是在曼晚舟,可以回家了 一起床就看到這宗大事件 有些跌下爬的 因為也不期待它這麼快可以搞得到 但是現在有些消息,有些 Insights 出來了 基本上是談了很久,談了過零星期了 也有很多評論員在這裡說這宗 那我就不會說那麼多了 因為今天我出了街 就沒有時間去籌備做Research 去看這宗究竟是怎樣的 裡面的法律和技術性的細節 你可以看其他KOL 看新聞那裡已經有資料了 我想針對一些背景背後的政治目的 為什麼要放他 都是因為美國要求中國 經濟上 但是現在很巧合地 加拿大選舉完了 小杜魯多可以連任 但他連任並不是一大多數 他連任後可以廢話出去搞定這件事 選舉前不搞,因為他不知道對本地選民的反應是怎樣 現在可以連任,廢話出去搞定他 很明顯地這件事是政治操控的 現在很多言論說 有fraud有問題 其實就不是馬晚舟 反而是美國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那裡 如果馬晚舟和整個華為想告 其實是可以的 是捉證據可以告DOJ 混了他三年多 Anyway 這些事情應該遲些有很多人去研究這件事 但是現在想針對 美國有多不行 為何要發話出去搞定這件事 然後跟中國談其他事 因為過去一個多月 中國站得很硬 拜登不停想跟習近平會面談電話 基本上由五月開始 美國高官包括耶倫 Janet Yellen 即是TREASURY的主席 我這件事應該提過 已經打過很多次電話給劉鶴和易剛 易剛就是人民銀行的主席 打給劉鶴和易剛 我想大家都知道想談什麼 都是談繼續買美債 不要拋美元 都是這兩件事 甚至乎 聊了解一下 中國的 環境經濟政策 會不會放水 會不會收水口 等等 最主要就是給炸的問題 過零星期前 拜登想和習大大 就算不見面 都可以談電話 但是都拒絕了 中國的立場就是 你搞定了 你不要踩我們底線 要改變態度 才可以有辦法談 現在改變態度 其中一件事就是 孟晚舟 孟晚舟出了 今早一起床 我想大家在香港 星期六會更快 11點的時候 一起床就 看到 咦 已經去了機場 已經準備上機了 現在晚上已經在深圳 回到深圳 稍後就會回到北京 另外 同時間 美國那邊 負責貿易的高官 就說 想和大陸談 要不要這麼巧 要不要馬上 一放走了孟晚舟 你就馬上想和北京聊天 說你 起碼等星期一先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怎樣 就是想 美國想和中國談好 貿易的事情 想談債券 繼續買債券 美國現在的通脹 通脹越來越嚴重 如果中美繼續撐下去 貿易方面 對美國的貿易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 特朗普那些 徵關稅 那些全部是 加進美國的貿易 賣家 賣家 給這些貿易 如果你是賣家 給多些貿易 你當然會 交易 這個貿易 給消費者 結果都是消費者 結果都是美國給 有些是未必交易 有些是美國那邊的買家 吃硬的 有些是交易 無論你 不交易 或是交易 那些貿易 那些貿易 都是美國那邊給的 這件事 小學生都認識的 以及我們 在Prisom Break 都說了幾年 特朗普說 要加25%的貿易 已經說到現在 這些事情 都很厭 但是 現在都有關的 那就提一下吧 如果你假設可以 取消這些 精關稅 那你的貿易 就馬上會 下跌了一點 對美國那邊 當然 對中國來說 其實分別不大 原因就是 你那些產品 都是買中國的 不是買其他地方 因為原本的精關稅 道理就是 大陸放我 要抽稅 希望 就迫那些 製造商去其他地方 但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全部就回到中國那裡 因為越南 那些地方 搞不定 現在 大家可能看過那宗新聞 就是 越南很多廠 那些廠家 湧回到中國 很多買家 原本是光顧越南 但是不用了 因為停工 就回到中國 就算是 所以精關稅 這家產品現在是 是不成功 美國是吃硬 又惡化 這個 負責 所以 就 是廢的 還有 耶倫和 這個 商業主席 應該是 耶倫負責的 就是希望 大陸政府 中共 不要 令到 人仔 升得那麼厲害 近來 一個多月 就是 美金升的 但是 這只是 一個技術性反彈 因為 它不停地引人字 長期來說 應該會繼續跌 人仔 那個升幅 是絕對可以 被控制的 如果 貿易戰 或者某些原因 令到 中國不高興 中國可以 調高 人民幣 即是 人民幣 的回率 調高 人民幣 這樣 令到 美國入口的 中國製造產品 就貴了 對 中國來說 沒有分別的原因 就是 你不會買少的 因為 你無論如何都要買中國貨 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 但是 美國的入口商 和消費者 又要給予更多 因為人民幣 升 美國的貨幣又會加劇 明白嗎? 這個道理很簡單 所以 現在 如果 中國想 繼續 玩美國 想 玩殘美國 它只不過 可以 調高 人仔 再調 不喜歡再高一點 令到美國 入口 中國貨幣又高一點 又貴一點 由 inflation 通脹 加劇 這件事 是一個很致命的 對美國來說 美國應該都明白這件事 所以 耶倫呢 過去的 幾個月 這麼心急 想和 劉鶴和 易剛 吹一下水 探一下他們 擦一下鞋 就是這樣 這樣的 拜登也想和 習大大打好關係 因為也是這件事 現在美國 基本上 只剩下台灣牌 打壓華為 已經沒有用了 打壓華為沒有用 孟晚舟也沒有利用價值 你走也沒有所謂 你走還有好處 可以溫和 少少 中美關係 令到我們 由美國的角度 由我們 美國 可以有機會 和你中共 聊聊天 希望你們不要 調高 人仔 希望你們繼續買債券 還沒有債 債券 因為我們繼續引人紙 這樣 這樣 所以 前幾天 有一宗新聞 出了關於5G 說華為 仍然領先 仍然領先 專利 和用家 用家 全球來說 有5億人 過去幾年打壓華為 當然有 對華為 負面影響 例如華為 手機已經 被人打到 幾乎 凹凹凹凹凹 現在只可以出 低端和中端的 高端機已經 沒得玩了 但是 5G Networking 和5G Base Station 仍然 有很多生意做 所以 華為打不倒 貿易戰 又打不倒 還要是美國輸 中美貿易戰 所以現在 只剩下台灣牌 孟晚舟 這裏 對美國來說 都用不了它 沒有利用價值 放你走 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就是這樣 待會回來說科技 因為有兩件事是值得說的